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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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新来到湾高华看头团 我是Leo 我身边有Ken 我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他是新的设计 屋盟的Sales Manager 这个设计是屋街近70街位置 今天就专程来探望Ken 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Project HelloKen HelloLeo Hello大家好 屋盟是42个单位 在Marple Marple主要有三条主要的降渡 一条就是Cambie 一条是屋 一条就是Granville 我们这个项目 他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卖点 这个项目我们由外面 回到里面 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地区 地区我们就是在这个屋街 所以我们在外面 做了三层的玻璃 做一个隔音 其实我们去每推一个项目之前 我们要跟政府市政 City of Vancouver那边 去夹不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其实他的政府没有要求 我们做这个三层玻璃 他说两层玻璃足够 但我们开发商就是想大家住得舒服些 他也都去invest这个钱 其实那个价钱可以是跟三层玻璃的double 我们整栋楼都是做一个三层玻璃 这个是一个卖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都参考过很多同行 不同的一些小型的项目 Cambie 发觉其实很多这些低密度的住宅 他就很欠缺一些好少少的amenity 又或者你进去栋楼很欠一个我们叫wild factor 所以我们这栋楼你进去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double height ceiling 就是20尺的 我们这里楼底就是10尺的 所以你进去这个lobby的时候 就是一个double height ceiling20尺 我们开发商他另外也是花了真金白银 去令到每一户的楼底都高一点的 刚才说我们的lobby就是20尺 我们里面最基本的最矮的楼底已经是9尺3 其实很多的其他项目 最低他们是做8尺 最高很多他们说high ceiling就是做9尺 但其实我们最基本已经是9尺3楼底最低了 另外有三层就是1楼4楼和6楼 我们就是做10尺楼底的 这个其实小弟我在温哥华做经纪这么久 其实真的很少听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这些项目就真的少了 所以我们这个10尺楼底和三层的玻璃 已经是和很多其他现有的项目 已经是挑鸣而出的了 是的 这个project大概在2024年的春夏收楼 Kenna不如和大家观众介绍一下 这个发展商的背景 好啊 我很有幸和发展商 在过去那三年紧密去联系 去准备推这个楼盘 发展商它就叫contour development contour就是这个字 它其实就在亚洲那边做很多不同的开发 在本地温哥华来说 他就大概几年前 他就在richmond做了townhouse的项目 现在就是我们做我们的屋房 那未来其实他在Granville 49街 已经有另外一个项目 和政府那边沟通的了 这个项目42个单位 就会由studio 世界开放式单位 一房两房到三房 那尺寸方面是几大 那尺寸就居住得很舒服的 那其实studio 我们说是都已经接近500尺的了 那studio 我们就没有跟车位 那其他的每一个大小小的单位 全部都会跟一个车位的 那另外我们的一房 就是有520尺 up to 600尺 那接着就两房是700多尺 开始去到800多尺 那通常两房的大部分的项目 都是放在corner的位的 就是动楼的四个角 那我们的东南角 我们的华人很喜欢的东南角 就放了三房 三房就是1100多尺 很漂亮的 那接着到了我们五楼和六楼 就是penthouse 那两层 就向西边就是大概1000尺的两房加钉 那向东边那边就是大概1300尺左右的三房加钉 那刚才我说所有的户型 其实我们都跟了一个钉 一个书房空间的 那可能你们有看其他楼馆介绍 其实很多时候现在的书房 他们可以用来做一些多用途的murphy bag 就是如果有亲戚朋友过来 可以变一张单人座 又或者疫情期间你可以做一个home office 那跟大家看一下一个厨房 西亚厂庭这里有一个display kitchen 是800尺以上的单位标准厨房配置 电器品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德国的名牌miller 五头的名火煮食炉 秋油烟机 雪柜快速焗炉 和洗碗碟机都是这个牌子的 那其实除了大家很熟悉的miller之外 那刚才我们有说过发展商是对这个质量和设计很有要求 那所以他用选择用这个的厨柜 我们这个是深色系列的 那另外一个 啊Leo他会和大家分享一个浅色系列的一个颜色配套 那他的厨柜就是用一个意大利的一间公司 那意大利人他们就好像马沙拉替那些 你知道他们是很慢慢精雕细再去做一些东西的 那所以其实你一打开厨柜的质感 你已经感觉到的了 首先他收边的那些呢 他用一些metal去做收边 另外他upper cabinet这里 他用这个灰色就不用担心我们华人去煮汤 炒菜啊可能有些油漬 那另外呢我和Leo摸到的就是 他其实有一些texture的 upper cabinet里面 那主要就是一个防线的功能来的 那另外呢就是那些厨柜其实有很多细节的 他这些shelves呢 他是钉死了进去的 那如果是一些便宜一些的厨柜公司呢 他其实下面这里就打一粒钉 他就很容易跌的 那我家里的小朋友最怕就是 他们乱的拿些东西 跟着东西反了下来 那他这些已经是钉实了的 那当你如果打开你所有的柜桶啊 他就有一些sensor light 那另外我们就有一些不同的 上下不同的cabinet 就方便大家做一个收纳的 那另外我们在一个 那另外我们在一个 升盘下面的厨柜呢 那我们在那个 底板那里是做了一个 Metal的finishing 那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擺洗洁精啊 擺不同的东西 它慢慢漏水呢 如果一些普通的厨柜 如果是用木做收边的话呢 那他很容易就发霧的 那我们那里就放了一块 Metal去做个收边 那最后就是我们在 那个升盘下面的 也都当然做了一些 不同的organizer 给大家方便去擺 洗洁精啊 或者你 sponge 那些东西了 那每一个单位的 你从门口都会做了这个凹位 方便你可以放锁匙啊 手机啊 现在疫情期间 就放一支洗手液 也正好了 还有呢 就做了这个 在门口旁边的一个 穿鞋的地方 有些少少 storage 那方便一些 那些老人家坐 小朋友坐在那里穿鞋 下方都做了收纳柜 可以放鞋 和杂物 上面呢 都还有 一些柜桶 大家看到的是 一个深色设计的 Display衣柜 都看到发展商做得很细致 而欧三的桌子也有LED的燈籍 亦都做了晨宫和柜桶 方便住宫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Display的主人房 套房洗手间设计 双声盆的设计 水龙头是双了上墙身的 而这个洗手间的墙身 都是铺了瓷砖 方便打理 没有那么容易潮湿 那在厕所的柜下 都做了很多的LED燈籍 有不少的收纳柜 企缸呢 都沿用现在流行的设计 做一个凹位 方便你放洗头水 沐浴露 现在Canon 说到住得开心呢 我都见到这个Building Model 里面有不少的回所设施 因为很多Bodic Style的 Residential Project 都未必有回所项目 不如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啊 好啊 因为其实我们开发一个楼盘之前 当然我们做了自己的Case Study 去了很多的项目 我们刚才有说过就是 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进来的大堂 很多这种六层的住宅 你进去的大堂 就狭狭狭狭的 接着又没有一个好感觉 你回到家的感觉 那我们首先就是说了 我们刚才有一个Double High 的Sealing 20尺的Lobby 那Lobby 它有一条很长的吊灯 所以它进来 有一个Double High Sealing之外 其实我们进去的 那一条走道 会有一些Water Feature 那就是有一些水的 就希望你回家 你听到水的声音 然后进去有一个很漂亮的楼底 另外其实我们为了 去摆这些不同的大楼的设施 其实开发商它是 犧牲了一些建筑面积的 这个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开发项目 差不多Size 的话 他们通常不会摆这么多 这些设施在这里 因为这些设施 它会拿去做一个Condo 去卖钱 卖到几个单位 是的 但是我们开发商 它就其实很有心 想做一个 比较另类 特别好一点的项目 所以进来Lobby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酒店式 inspire的一个gym 它就会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的gym 其实我们找个室内设计师 他会做一些假天花 做一些是 你如果去酒店做gym的一个感觉 那你经过Lobby 它后面这里 它就有一个lounge 那这个partylounge 那这个partylounge 就是给一些住户 可能他小朋友 一岁生日 又或者是他大学毕业 邀请朋友来搞party的话 他就可以租用这个lounge 里面就已经有一个full kitchen 可以做一个到回 另外它就连住这个lounge的外面 其实它就有一些sitting area 所以这个位置你可以做一个 你把门打开 其实你可以室内室外 搞一个party 那另外一样 就是独有我们这个项目 是有一个特别的卖点 就是我们这一条路 你现在在这个building model 看到 其实我们叫做 mid block connection 那就是因为市政 它在每一个block 去做不同的开发 那通常你在中间的项目 它就要求开发商去花钱 开发商去做一条行人的通道 所以其实它跟向北这一栋 将来有可能建的楼 它的setback是远很多的 那平时如果没有这个mid block 其实那些楼就会近一点 那天台花园 我们就特意放个天台花园 是向着西面的 那其实原因就是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温哥说我们日落很漂亮的 当天空就好像有个咸蛋黄 红红的 橙色的时候 那我们因为这里是向着 已经去到六楼了 那所以其实我们已经见到 去到太平洋那边 即是UBC 我们看UBC Witchman 那边的一些河 海 那希望我们就将那个天台 一部分就是给整栋大厦 如果想住户 想进来喝杯咖啡 或者上来看日落 那就可以享用 那这个Porsche的地点方面 就是很近这个70街 和屋街的路口位置 大概在这里的 那无论去Witchman 去UBC 其实都是很近的一个 driving distance 那等下Can 可以介绍一下 这里的校网都很出名 大家都熟悉的 我相信 那我们其实就在 这个70和67街之间中间 那我们的中学校网先 因为中学校网 我相信很多 我们华人都知道的 就是Churchill 那Churchill的中学 他就是有IP program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都很喜欢的 那我们小学就是对面 就是这个Winfrid Laurier 那就是小学的校网 那刚才我们有讲过就是 我们有一个Mid Block Connection 那因为我们的Mid Block 其实你可以直接走进去内街 跟着你就可以去 往这个Churchill的方向 又或者你可以去这个 Community Center 那暂时它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旧一些的Community Center 叫Marple Community Center 那它是一个旧一些的Structure 和一个很大的草地 其实市政它已经批了大概5500万 去重新整个公园都去翻身 那它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社区中心 里面就有托儿服务 有一些不同的日间活动 给小朋友或者家长去玩 那另外Leo有讲的就是 棒球场 足球场 篮球场 篮球场 Tennis Court 那还有我们这边的家长很喜欢的 就是一个室外的Water Park 小朋友一到夏天 现在外面30度 他们去那边玩 政府现在预计呢就是2025年 可以完成的 那我们的项目呢就是2024年的春天 那到你收了楼的时候 其实你整一下房子 添一下家具 其实它就应该会落成的了 今天多谢Ken你来邀请我来参观这个楼花 project 那好像说八月底之前有些优惠可以给买家的 是啊 那我们现在发展商就推出一个买家优惠 是限时的 就只是去到八月底 那就是Studio就3000 一房5000 然后两房就10000 三房就15000 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记得和这个联络 那我们这边就会全力去配合的 是的 那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